立法院長韓國瑜午休時間 出席前監察院長王建宣 公益活動 氣氛溫馨 當場還被拱這件事 要韓國瑜二零二八 評選總統 但他在臺下略顯尷尬 連白手說沒有 畢竟眼前院長行程 可是滿檔 因為立院新戰場 才化法修法 新竹市長高宏安 二十七日將率市府 議會團隊到立院陳情 預計早上拜訪民眾黨團 跟國民黨團 只是行程在二十五日 才敲定 也要原本是國民黨 新竹市黨部拜訪行程 因為高市長要親自率隊 讓韓院長是否出席 呈辯術 我不相信說韓國瑜院長 會因為政黨的不同 會有所差別的待遇 我相信他應該還是會來 傾聽我們新竹市民的聲音 強調是依照議員約定出席的 不過看看二十七日 韓院長行程 早上十點十一點 要接待僑胞團 以及醫療團體 正好是高市長訪立院時間 意思就是財化法版本還未定 院長是否出席立場有點尷尬 以一百一十二年稅收 時針數計算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國民黨版本是增加到 九千八百七十六億元 而民眾黨版本是提高到 六千八百七十二億元 我們是一個稅收貢獻度最高的一個城市 卻配回比例只有三點五趴 主團北上拉高層級 就怕單純拜會行程失交 韓國語每一步格外小心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